阿田包爆喵喵喵靠假髮 無線電視慶祝賣向50周年台慶 昨晚在電視城舉行台慶兩燈儀式 串台藝員大細欄 阿田田越來 陳豪和胡鼎欣就被安排站在前排中央位置 三位主演的台慶劇 來自喵喵聲音來同日首播 終於見到三個人的地位何等重要 而阿田做訪問時就說對新劇的收視有期望 我覺得Homo其實是拍得挺新穎的 不是一般的東西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戲 其實真的是一個興喜劇 我希望真的可以哄到觀眾開心 所以也有些期望 他還爆料給大家知道 在新劇裡面飾演的灰毛喵喵星人 原來全靠假髮 為什麼要是假的呢 因為其實是顏色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自己的頭弄的 但是因為拍劇呢 幾個月的時間太長 但是灰色呢 原來這隻顏色是好吊詭的 染了灰色呢 你洗一次它就會掉一次 那它每一次染又要飄 那所以監製怕我 連戲的問題 還有怕我飄演得太多次 會拍完這個劇之後的光頭 所以後來大家都可以做尼姑 所以大家就商量了 就用一個假髮來做這個詞 但是其實我不說是沒有人知道的 像我 ниじ卡閉、不可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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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